明天晚上中国梦之声就将会迎来总决选 那么今天下午梦之声六位二十强人气学员 来到上海长征医院门诊大厅 慰问辛苦一下的医生护士们 同时也启动了中国梦之声总决选最后一天的倒计时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电视新闻中心 东方卫视和大型活动部 分别给辛苦了一下的医护人员送伤慰问品 梦之声人气学员李立宇还当场向护士求教 学起了简单包扎 随后六位人气学员轮流登台用歌声送上慰问 明晚中国梦之声总决选将拉开栅目 谁能成为第一位中国偶像让人十分期待 我喜欢艾菲那种女强人发起 然后猴磊呢 我喜欢她的声音 我觉得央吉马吧 央吉马是我的偶像 我特别喜欢央吉马 明天应该就总决选了 所以我们觉得 很有必要去现场观战 然后去见证第一个中国偶像的诞生 东方卫视记者于知青上海报道 我们下期见证第一个中国偶像的诞生